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见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主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方长 上次提到中关 我们讲了空关 假关 中关 昨天有居士问师傅说 师傅 有人跟你反应说 教得很难吗 有人反应吗 不用反应我看表情就知道了 没关系 虽然很难 这佛法就是这样子 刚开始师傅在讲始终心药的时候 前面几堂有人就跟师傅反应说 太简单了你怎么教那么简单 觉得很无聊 所以人就是这样 都是一边一边 教得太简单你就嫌弃 教得太难你也有话说 所以我们就慢慢学习 慢慢中道 昨天师傅去跟 去大学办一场讲座 就提到三关 我说空关 假关 中关 那中关呢中道就是刚刚好 所以有居士就说 原来中道就是刚刚好 这么简单 那我为什么要学很多 对大学生讲 你就只能跟他说中道是刚刚好 因为他没有学过空关 假关 中关 那既然三关都没学过 你又要再跟他讲 简单的三关的道理 那当然中道不是就是刚刚好吗 这刚刚好是 你在左边也刚刚好 右边也刚刚好 中边也刚刚好 中间也刚刚好 到处都刚刚好 恰到好处 所以以前我们也说过 中道就是至中至正 圆满恰到好处 因此讲白话就是刚刚好 我们看中关 上次有提过 说中关应该有的一些正确的知见 我们再复习一下 有中道不二 既然是中道就是不二的意义 所以中不是只有离开极端的两边 不是离开相待的两边去取一个中 安利一个中 而是在这两个极端你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安之如意 这就是刚刚说的 下到好处刚刚好 因此上次在提到中道不二的时候 我们举例说 烦恼即菩提 同样的你也要反过来 菩提即烦恼 如果你只有烦恼即菩提 没有菩提即烦恼 那你只有单相 他就不是真正的平等 不是真正的不二 有些人其实是不太清楚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们就是潜尝则止 以后有姻缘再跟大家讲 佛就是魔 魔就是佛 那你会更头大 为什么佛就是魔 魔就是佛 那我成佛我是不是就成魔了 可能就会有这样子害怕 可是实际上 讲到不二讲到中道 不是这个意理 如果你们对不二有兴趣的话 就去看维摩结经 里面也有不二法门 那天台讲道也是这样子 那我们继续来看 既然是不二 非左非右 所以双遮 亦左亦右 双遮 所以上次我们有提到 非空非有 亦空亦有 为什么用空跟有 是因为有空观 有甲观 俗地真地 所以我们用空来代替真地 用有来代替俗地 上次有提到一个 应该是上上堂课 有提到所谓的粗甲 粗甲是妙甲的相对 这个粗甲的粗是粗糙的粗哦 因为师父以前有提过 俗甲的相对就是妙甲 当我们对世间的一切法不清楚 还在迷惑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城市间打转 因此一切法都是粗俗的 甲法 这个叫俗甲或者粗甲 粗浅的粗 非常的粗糙 那等到菩萨或者是佛 在运用法在度众生的时候 每一个法都是恰到好处 刚刚好 因此它就叫做妙甲 就是粗跟妙相对 因为天台用粗跟妙 尤其是在法华玄义里面 用的蛮多的 这个没有因缘说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关 我们还要知道 既然在修中关 就要任运起空甲二关 因为就别教来讲次第三关 它是先讲空关 修了空关以后 再修甲关再修中关 但是空关是要你都修得圆容 圆满了 你修成功了 已经破了剑丝破了之后 你才再进一步的修甲关 甲关你成沙破了 再进一步再来修中关 这个是有次第的次第三关 可是真正的 就圆教来讲 是不需要次第 这就是为什么修圆顿法门可以当生吉正 这一生就能够成就佛道 我们之前有讲过吉身成佛 就是这个概念 不用等 如果我们还要等的话 我们这辈子没有修好空关怎么再修甲关 因此刚刚有居士问说 师父教的空关甲关中关都在教理论 到底怎么修 怎么修 这个关就是思维 因此你们在修的过程可以先把师父教过的内容 刚开始还不会嘛 你还对这个空 空性的意理还不清楚 那你在静坐腿盘起来 你就去思维 师父今天教的空的内容是什么 去思维这个真谛的意理 这样子你就好像在思维空关 这是一个 但是它不是确切的空关的修法 那你真正要修空关的法门 以前有教过四句推简无声 因此你在静坐的时候 你就去思维 我今天譬如一个念头起来 你去思维 这个念头是自身 是他身 是共生 是无音生吗 你一定要有一个对境 你面对的对象是什么 我们说对象对象 你看的对象 所以你今天修空关的对象是什么 因此如果我今天在这里静坐 我今天晚上一个小时的静坐时间 我有今天整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我过不去 我可以把这一件事情拿起来思维 他就是我的静坐的对象 也就是我的对境 静界的静 我们有能有所 我所观察的这一件事 有谁说了哪一句话让我不高兴 谁批评我 那批评我的这个音声 一直在我脑子里头环绕 没有办法消除 于是我就静坐 把他讲话的内容 想一下 他讲的这一句话 是自身 我心当中自身吗 还是他 生起来的 还是我听到这个声音 跟他接触 生起来的 还是莫名其妙 我就有这样的烦躁的心情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要把 找一个对境 拿去分析自身 他身 共生或者离生 或者我这样烦躁的想法 烦躁的心 或者我太快乐 快乐到不知道怎么办的 这个心 你就去想啊 这样子的情绪 是我们有提过 另外一个法门 就是未生无前处 欲生无来处 正生无住处 生已无去处 我们有分析过 念头不见了的时候 情绪消失了的时候 他往东西南北往哪里去啊 往上下往哪里 你就去思维 因此上次我们有用 神光面对 他去向维摩大师 去求法的这个过程 去思维 他问他嘛 你心不安 那不安的心是什么 你拿出来给我看 可是密心了不可得 至于他怎么密心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用天台 教我们的这几个法门 去思维 所以空观有很多 那因此空观的法门 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只有讲到 无声跟这个 那另外就是 你在思维的时候 你在静坐 你也可以去思维 以前师父教过的 圆融三地 这样子就有点 会跟你后面 师父要教的 一心三观 就会接上轨了 这就是为什么 以前师父花那么多时间 很几堂课都在教 一心三地 或者圆融三地的意思 那之后会教 一心三观 那 这个观法就是这样 不教 我们就都模模糊糊 不知道怎么用 有苦 有烦恼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可是教了 又觉得 其实还蛮难的 可是万事起头难 不要因为难就退缩 因为难就退缩 这绝对不是菩萨的个性 要知道哦 菩萨的个性 不会遇到难就退缩 一般人是知难而退 可是菩萨是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那我们知道 我在修的过程会很苦 甚至你反而没事 平常好好的 结果坐在这里 修空观 你反而觉得 越修越烦 会哦 那你还是要去突破它 不突破 我们永远 就是没有办法 所谓的 得到智慧 所以这个就是 空观的部分 所以再修这个中观 还有另外一个知见 就是要 习二边分别止 刚刚前面讲 因为既然 不是偏到任何一边 既然是中道 既然是不二 那当然不偏任何一边 不就是习二边的吗 我们二边有相对 相对就是分别 就是对待 三甲当中有一个音程甲 相续甲跟相代甲 慢慢回想一下哦 所以相代甲就是一种对待 有分别 我们要把它去除 就是习二边分别止 因此我们要修中观的话 你能够得到一种定 这个定其实就是习二边分别止 一种急然不动的境界 那另外要了解的知见就是 中道就是实相 中道就是佛性 中实理心 一切都是最实实在在的 究竟的心境 所以我们要修的观 就是原教的中观 那前面师父提到 从空观到甲观到中观 其实是有次第的 但是其实虽然是次第 师父在教的过程当中 尤其我们今天最后会看到 原教的中观怎么修 那你在修原教的中观 其实就好像在修一心中观了 一心三观 好所以我们修原教的中观 你用原顿的概念来修它 那这样子当然就可以极深成佛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为什么应该要来修中观 修中观因为前面我们提到 修空观就是要去对峙 我们的烦恼心 散乱心 浮动的心 可是如果为了这样对峙 我们的烦恼 最后我们觉得 我终于达到一个很急然的 不动的境界 非常欢 就是很平静的境界 这时候你会觉得 我只要急静就好了 不要有任何人来干扰我 我也不想要出去跟别人有互动 不想要出去惹麻烦 住在这种空境 就一种词就叫做 沉空守急 你在空的境界 你心沉下去了 我守住寂寞 即静的境界 这样子沉下去的境界 它并不是真正的有百分百的智慧 因此我们还要再继续再进一步 所以如果你修空观 那你守在你空极的境界 这叫沉空守极 这是偏一边 那如果你修假观 虽然有空观的基础 可是对佛性的意理还没有那么圆满 对实相的道理 对实相的道理你也没完全契合 心没有办法完全的达到中道的话 那么这样子我们会有一个缺失 就是会变成对这些俗假 本来要运用 没有办法好好运用 所以它就不会变成是真正的妙假 所以这叫不善巧的只有 所以我们要不偏在空 不偏在有的任何一端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修中观 就可以远离这两个过失 那还有为什么要修中观 如果不修中观 没有办法破无明或 不能破无明或就不能成就佛道 相信很多人发菩提心 说我要修菩萨行 可是你修菩萨行 最重要的菩萨行是既然叫行 它是一个在修行的道路 你在修行的道路上 你还没达到目的地 真正的目的地就是佛果 如果我们没有修中观 是没有办法达到佛果 如果我们想要破无明或 想要达到这个 破了无明或会得到什么志 对一切种志 那要就要修中观 若正空志假志便得少为足 则此二志反成无明智障 智障 以前讲过对不对 有吧还有印象 如果正道空志就是一切志 正道假志就是道种志 我正到空志我就得意了 你就不会再想要再继续发大菩提心 如果我正到菩萨的智慧了 你就觉得够了 这个也叫得少为足 因为跟佛来比都还不够 所以叫得少为足 你这样子我就觉得圆满了 够了 那么这时候这两个虽然是智慧 空志跟假志虽然是智慧 因为你在这两个智慧当中 你得到你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不用了 我不用再进步了 这两个智慧就变成是一种智障 因为障碍我们得到一切种志的 这样子的智慧 所以它叫做智障 也就是障智的意思 障什么智 障一切种智 简称智障 我们每一个人一定都有智障 因为还没成佛 我们只是表面上好像是佛 但是这只是一种名称 我们有法身佛 我们有佛性 但是我们的障碍还很多 所以空志跟假志 如果我们在这当中觉得 够了够了 而且还甚至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得意了 我竟然这么有智慧 可以正到空志 我这么有智慧 这么厉害 我可以正到假志 那你就不再进步 这个就叫做无名 你把它当成是够了 你把它当成这是最高的境界 所以叫无名 它本身就变成是一种烦恼了 所以不要有正到 比如说我今天送了很多金 你就很得意 我好厉害 我今天一打坐 可以一坐就是四个小时不会动 你也觉得我好厉害 你们都比不上我 虽然这本身是一种成就 可是我在成就当中 产生自得意满的心 它就变成是一种无名障碍 让我没办法突破了 因此修行就要好 还要再更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中观 那在磨合指观里面 告诉我们修中观的因缘 就是为什么要修中观 有五个 它提出来 为了无缘慈悲 还有满红誓愿 求佛智慧 学大方便 修劳强精进 无缘慈悲 在所谓的无缘慈悲 就是简单来讲叫佛的慈悲 那因为它不是住在众生的这一边 也不是住在涅槃的这一边 不住任何一边 所以它不攀缘众生 也不攀缘涅槃法 所以不攀缘涅众生 就是没有众生缘 不攀缘涅槃法 就是没有法缘 佛法的法 那不缘这两边 所以就叫做无缘 所以无缘不是我跟你没有缘分 不是无缘慈悲 不是我跟你没缘分的慈悲 不是 所谓的无缘是 我不攀缘在任何一边 哪一边 不攀缘在涅槃这一边 意思就是什么 不成空守级 不攀缘在众生这一边 意思就是 我不会只是一头热的要去度众生 结果我没有善巧 反而产生执着 我没有这两个过失 所以叫做无缘慈悲 如果你成空守级 对众生有慈悲吗 当然没有啊 如果你有不善巧的执着 有这个众生缘 你一头热 很着急要去度众生 可是你的智慧又不清明 这样子是真正的慈悲吗 不是啊 本来啊 对有人说烂慈悲 本来要帮人 结果变成害人 或者害自己 这都是不是慈悲 所以 菩萨 他也有无缘慈悲 可是不究竟 所以菩萨的无缘 就是没有条件 我不会有任何的条件 我今天帮你 就是 我要帮你先看一下 你值不值得被我帮助 如果我帮你 你会是一个很好的有成就 那我才帮你 如果你这个人啊 这个我告诉你 带你去道场学佛 我觉得你是可造之才 我才带你去学佛 这个有没有条件 有 这就不是真的菩萨 所以菩萨是无缘 在度众生 就是没有条件的度众生 好 所以那个缘是条件因缘的意思 那这里的无缘慈悲 是不偏向众生 也不偏向法 是没错 但是我刚刚讲的 无缘慈悲 你可以说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没有错 可是刚刚有说 菩萨是无缘慈悲 这个就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意思就是没有条件 那我们这里的无缘慈悲 最主要要讲的是 没有众生缘 没有法缘 叫无缘 那当然它也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不然 因为对佛来讲 众生跟佛同体啊 这样懂意思吗 那佛对众生当然也是无缘大慈啊 没有任何的条件的 接下来要满红誓愿 就是四红誓愿 菩萨是发四红誓愿 要度众生 但是还不够圆满 所以也要再继续再精进 还有就是要当然要求佛智慧 刚刚说的中道智慧 也要学大方便 菩萨有种种方便要度众生 但是还不够大 不够就近 还不圆满 不够多 所以要继续学 修劳强精进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修行会有很多障碍 很多困扰 这些困难 有时候是别人给我们的 因为我们要去学佛 家里的人就可能就会挡你 你都花这么多时间出去 外面学佛 都顾别人 都不顾家里 家里都不顾 有可能遇到这种障碍 还有一种是 我今天去到厂帮忙做义工 坐累了 你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自讨苦吃 在家里不好好地看电视 睡觉 跑来这里做个半死 还要被人家嫌弃 这是怎样 那不是就是退缩了吗 所以这个退缩是 自己给自己障碍 还是别人给你障碍 别人 这个就是他生 所以我们就想一下 我们要修在想要成就佛道一定有很多的障碍 两个也是要 要有慈悲 要满世愿 要求智慧 要学方便 要修静静 都一样 只是菩萨跟佛差在哪里 佛更圆满 菩萨也要修中道哦 但是修的中道要真正的圆满 尤其是圆教的圆中 那才是真正的最究竟的成佛 收到这个慈悲 在天台里头有个辟语 他说无缘慈悲是什么 像慈石 慈悲的慈 石头的石 他说像慈石 吸铁 我们知道吸铁石了嘛 那个叫慈铁 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慈铁来做比喻 慈石 慈悲的石头 佛在度众生就好像一颗慈悲的石头 这慈悲的石头前面是没有任何的阻隔跟障碍的 如果我们今天在教室里头放一颗磁铁 你隔着墙 外面有铁 你能够吸到 这磁铁能够吸到那个铁吗 吸不到 因为是有障碍 那就佛来讲无缘 就没有这些障碍了 所以他就像慈石一样 可以吸铁 意思就是可以 帮助所有的众生 这是佛的慈悲 好 我们来看如何正修中观 一样是智者大师 你们觉得又要来看理论 理论不看 我们的教理不清楚 天台是教观双美 你要观一定有教为基础 你没有教是不可能观的 所以一定要把教理学清楚 我们就可以修观 可是不是教理都修好了 修清楚了 我再来修观 不是因为这个是什么 两个一定要相辅相成 我学了教了以后 我要把它慢慢的思维 慢慢的用出来 那越来越用上手了 这个就是你要用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做观 因此刚刚说你们在静坐的时候 把今天教的中观的意理 或者是中道的意理 把它思维一遍 这个就是初步的 好像我们这个牙牙学语一样 好像鹦鹉在学话 在copy人家说的话 也很像小朋友刚开始 小baby你还不太会走路 还在练习走的过程 就把这个copy一遍 我们小时候背一些唐诗 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我们在背这些诗词 其实你是不懂意义的 可是你就不断的附送 不断的附送 送到熟了 你就慢慢会对它的意境 会越来越了解 那同样的 我们在修这个观也是一样 我们就是从教理入手 那在思维教理的过程当中 它就是一种观 那慢慢的你就会变成 我在思维是真的 就像刚刚师父说 你找一个对境来修 用这个对境来修 你就不是在重复师父讲的话 也不是在重复智者大师 告诉我们的话 因为这些教理 你已经融通了 融通跟你的心 已经合而为一了 它已 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语言了 好 那我们来看哦 这边休息指观做禅法药 也就是小指观 若体之心 信非真非假 习原真假之心 明之伪正 所以正修中观 因为修 其实这一小指观前面有在修 什么叫做观 但是这个观还不是真正的 最究竟要修的 所以它不叫做正观 不是前面空观假观 是斜观 当然你说空观假观 跟中观要来的比 你要称它为斜观 也是可以 不是不行 因为它不是最大宗制正的 所以我们这里要正修中观 一个是中观本身是正 一个是前面只是辅佐的 其他观法是辅佐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 究竟目的要修的 智者大师告诉我们 若体之心性非真非假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念心性 那这个心性呢 它也不是偏在真的这一边 也不是偏在假的这一边 我们要习 止习 习就是让它停止下来 止习 原真假的心 我们的心本来是非真非假 我们都跟佛一样 都有究竟的清净心 妙明真心 是最究竟清净的 那最究竟清净的这个心 不是真也不是假 它没有偏向哪一边 它是中道 忠实理心 可是 我们是众生 所以我们不断的 原真假 原就是攀原 我们一下想到东 一下想到西 一下想什么都没有啊 一切皆空啊 一下又在想这个 这个桌子好漂亮 这个沙发很美 你的手表很不错哦 很可爱哦 很有创意哦 你去哪里买的 我们的心就是在这里 攀原东 攀原西 所以叫原真假的心 我们要修中观 就是要了解 所以我们要体会 我们的心性 本来就是不是真也不是假 可是我们的心在动 众生的心像牛一样 喜欢到处跑 像猴子一样 喜欢有时候在树上 有时候在树下去 抢游客的食物 这个就是攀原的心 到处在跑 我们了解到 这个心也不是真 也不是假 就让它止息 这个叫正修中观 那我们要观的时候 要地观心性 非空非假 其实就是前面的 非真非假 意思是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念心性本 没有空 也没有假 或者说不是空 也不是有 而不坏空假之法 所以这边就是提到了 我们以前提过好几次 非什么非什么 意什么意什么 因此它不是空 也不是假 可是我不坏空假 意思就是 意空意假 它虽然不是空 也不是假 可是我不需要把这个空 把它破坏 也不需要把假破坏 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照了我们的心的话 若能如是照了 则于心性通达中到原造二帝 原造二帝 二帝就是真帝和俗帝 因为我们的心已经清楚明白 非空非有 亦空亦有 所以原造二帝 这当中是原容的 不用起哪一个先想 哪一个后思维 如果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心当中 见到二帝的话 若能于自心见中到二帝 这里的中到二帝 其实就是原造二帝 也就是中到 简单来讲 我们心当中看到中帝 又看到二帝 从某种程度来讲也可以说 圆容三帝 那这里为什么用中到二帝 因为是为了对应前面讲一个 真帝跟俗帝 那要强调是在修中观 强调要正道的是中道 所以称它为中到二帝 也就是我们在修观的过程当中 你对中到的义礼更清楚了 这个中到的义礼里面含有 真帝和俗帝的 一集三 这样子 他说如果能够在自己的心当中看到中到二帝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够看到一切诸法都是中到二帝 我今天看到我本居的心性就是佛性 我看到别人是不是也有佛性 看到猴子有没有佛性 看到一头牛有没有佛性 有好所以这时候你看到你自己心当中的心牛跟心缘还有义玛 他们有没有佛性 有没有 有啊心缘义玛跟心牛喜欢去吃别人家的草的牛也是有佛性啊 那你心当中很火 你就好像什么火龙在烧 有没有佛性 有佛性啊 所以烦恼即菩提 你看到自己心当中的烦恼 你再怎么讨厌它 你都知道一切心性都是中到二帝 你心性是本具的 可是起的烦恼心 有没有离开我们本具的佛性 离开我们本具的菩提心 没有 他不能离开啊 离开那不是两边了吗 而且他是在你心之外 如果的烦恼是在你心之外 那我不是就可以出去找烦恼了吗 但是我们知道啊 怎么找都找不到哦 他不在心之外 也不是在心的里面哪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思维的过程 这个就是观 好 因为心能够聚一切法 以前我们说过 心聚一切法 如果我们能够自己的心当中看到中到二帝 我们就知道一切外在的法也都有中到二帝 外在的法不是只有刚刚说的我的心念 或者看到的人 或者外在的动物 或者外面的东西桌子椅子 以前我们提过 每一个法都有什么 三帝 圆融三帝啊 但是修行是从心下手 尤其是自心下手 因此我们看到自己的心当中有三帝 以此我们就可以力推 外在全部一切都是三帝 嗯 好 继续 为什么呢 他在这边告诉我们 如果自心看到中到二帝 就可以看到一切诸法的中到二帝 又不取中到二帝 因为我们见到了了解一切都是本具的中到实相 如果我们还去直取这个中到实相 是真的见到吗 当然就没有见到了 因为你还有执着 还有一个取舍 实际上那就不是真正的中到 接下来他告诉我们 为什么不会取中到二帝呢 明明我正到中到啊 或者我见到了体悟到 我可能还没完全正到 正到你就成佛了嘛 可是我有一点点体会了 所以就是看了 看了一点点 看到了一束光了 我还没看到全部的通透的光 可是我看到一束光 那看到这一束光 我又不会去直取它 第一不会得少为主 第二你不会把它当成是全部 以为一点点光就是全部的光 有的人看到一点光就说 哇这就是佛光 有没有 不是这样吗 好他或者是一点智慧 他就以为 我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了 没有人比我更好 那不是 这不只是得少为主 这是把 这是叫以偏盖全 以偏盖全不是只有 好像我们在平常说 你这个观念有问题 你叫以偏盖全 我们一点点智慧把它当成是全部的智慧 也是以偏盖全 你把偏当成是正 你把少当成多 把一当成全部了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了解到中道的话 我们不会取中道二帝 是因为决定性不可得 意思就是 一切 都不是决定 决定性就是一定性 就是定性 有没有定性 当然没有 我们讲过很多遍尤其是在讲空观的时候 没有常 一 主 载 没有常 一 主 载 没有一 一是一定 一有好几个意思 其中一个是一定 所有的法都没有一定性 如果一定性的话 你一定是凡夫 你不会成佛了 如果一定性的话 你一定是菩萨吗 现在发心当菩萨 明天可能就退到心了 会呀 就没有一定 因为我们这种凡夫界就是这样子 来来去去 原真假的心 一下我要发愿当菩萨 一下我不发愿 算了 菩萨到难行 跟我没关 跟我不相应 你们可以送你们 你们去 我在旁边鼓掌就好了 对呀 你们在旁边鼓掌也不错啊 随喜功德 那你能够随喜功德 也是某种程度的在修菩萨行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但是你的心没有真正的发起来 一切都是没有决定性 既然没有决定性 哪有什么让你去执着的 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中道正观 我们来练习一下 说师父没教你们 现在教你们 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来 中道一般你们 应该很多人都学过 我觉得老实上教过 中道实相观 中道实相观 他最一般 最简单的就是要知道 一切都是中道实相 一切都是佛性 所以老和尚他在教 他在教中道实相观的时候 他一定是花很多时间在解释 什么叫做佛性 什么叫做中道 什么叫实相 他会讲很多很多很多 最后就跟你说 狂心顿歇歇歇吉菩提 那你就想 我到底方法是什么 方法 唯一的方法就叫注意 就是注意两个字 这就是为什么他说 狂心顿歇歇歇吉菩提 因为他前面把你 所有的意理都讲清楚了 你就相信我有佛性 你就相信一切都是中道 都是实相 这个是相信是很深很深 很扎实的基础 而且是你的生命的全部 你的心的全部 你了解清楚了 体悟了 明白了 这时候你坐下来的时候 静坐你就知道 一切皆实相 一切皆中道 本来如是 所以不用再想了 就不要有念头 那不要有念头 你要注意 你就是要保持注意的心 这就叫中道实相观 都不要玩念头 难不难 难啊 所以你要注意 注意可能连一秒都没有 马上又有念头 你又要开始一直跟念头 打仗在那边拉锯 对不对 所以老师上会说 你就是要怎么样 念头来不理他 念头来不理他 谁他来谁他去 可是你不跟着他跑 不跟着念头来去 这个就是中道实相观 但是天台宗讲的中道实相观 不是坐在这里 不要起念头 不是他是要你要思维修 这很不一样哦 我觉得老师上教的中道实相观 是你了解中道 了解实相 你唯一要做观 这个观的部分 就叫做注意 保持注意 没别的了 就这样子 然后念头来念头去 就是类似我们在天台中讲的 置心指 置心指有很多种修法 其中一个就是念头来不理他 这就是置心指 所以其实老师上次有融合天台跟禅宗 还有他自己的发明 那是他的中道实相观 那时候 那我们有叫参话头 他又是在中间有个参话头 那他跟天台后面那个 是不是相关 天台宗 参话头跟天台宗 完全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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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参话头是到了宋朝 宋朝才有的 宋朝才有的法门 现在有参话头的话就是日本 日本有参话头修蛮多的 那从日本有带到美国去 所以以前我在美国有好几个日本的道场都是在教参话头 也有教墨罩禅的 但比较少 对 也有 那在法谷山也有教参话头跟墨罩禅 所以如果你们对墨罩跟参话头有兴趣 那就可以去法谷山学 另外花莲 花莲最近有一位法师 他已经教参话头教十几年了 我想不起来他的法名 那是在花莲 蛤 百丈 百丈 谢谢 百丈禅寺还是什么 好像是百丈禅寺 他也是教参话头 只是 不知道 你们有兴趣自己去学习 以前在宗台的时候老和尚刚开始教我们属席官 接下来教参话头 再来教中道石像馆 有一天他就说以后不教参话头了 因为太难了你们都不会修不教了 所以当时我听了我其实蛮觉得蛮可惜 因为太难了大家都不会修就不教 所以昨天有居士在跟我说师傅你教这个官很难的时候 我就想到那时候的经验 因此我就想如果很难就不教太可惜了 那难我们可能也许只听一点点 或者只会一点点 或者我只听到皮毛 一立而根永为道种 一点点就是一点点的功德 慢慢学了你就会知道这个一点点就是全部 这个一点点是全部不是得少为族的全部 也不是以偏盖全的全部 而是我们真正了解到中道 你中道在天台有一种变中的概念 普遍的片片中 这片中就是我哪一个都是中 所以随处皆是中 这就是中道 这以后再说 因为每次我想到什么就会讲 一讲就越讲越多大家就会头昏 讲参话头第一是一直做到话 做不到话题 第二个那个老儿上就讲说要起疑情 起不了疑情 所以你都起不了疑情 你当然没有办法打破啊 没有疑情当然就打不破啊 所以那个修行真的 以前有讲过智者大师说 一个法门你要能够很熟练到 用到会非常上手要超过三十年 才能有成就 用两天空参话头而已 所以如果我们永远静坐 都是等到去参加禅期的时候才进座 根本来不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平常每天进座当成习惯 而且你是一个法门 就是要专修的一个法门 以前宗宅不允许在家里参话头 他说危险 谁教的谁告诉你的 他是谁 那谁是师父讲的 那不要听那个师父 哪有哪 如果哪一个师父跟你说在家里不能参话头会危险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不对的之间 当然可以在家里参话头为什么不能 你谁吃 要有坚强往直战的时候 这样请 因参何用 参话没关系 这个另外再说 好我们先看我们的中观 天台中的中观 中观我们就是先调身调洗 以前讲过修行观法 就是要调身调洗跟调心 因此我们简单坐下来 简单的调身 把身端正 还要调气息 至于要调多少分钟 师父没有办法告诉你 如果你一坐下来 一分钟两分钟 你就平稳了 你就不要再一直做调的动作 如果还心没有办法很平静的话 那当然你就是多花一点时间调 好另外一个就是 调身调洗了之后 就是要放下保持无想无念 刚刚讲的 但是容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狂性自歇歇及菩提 你要保持无想无念 不容易 可是要练习 要练习哦 那专注怎么专注 专注的法 你如果 因为我们一般属习 是专注在 可能鼻端 或者是人中的部分 你可以做这个专注的点 它是你的依靠点 这是暂时的依靠点 另外一个假想的就是 在静坐的时候 你就假想好像自己前面有一个点 不是一个什么点让你看 而是你有一个专注的一个地方 前面的地板也好 这个就是假想的让你能够暂时依靠的让你不要起心动念的地方 这是暂时的依静点 如果我们想要不起心动念很难 念头一来 赶快念头来不理他 念头来不理他 随他而去 这个叫不止而止 所谓不止就是 我不要刻意去停止念头 我今天打了念头 我在静坐突然听到垃圾车的声音 你就觉得垃圾车的声音怎么这么干扰 这就是念头 或者你觉得说 我怎么心跑掉了去听垃圾车的音乐声 我怎么这么不专心 你在责怪你自己的时候 是不是又在起很多念头了 这个就不对 所以只要有念头就是干扰 就是攀圆的心在动 这个就是原真原假的心 我们就是让他来让他去 这个叫不止而止 接下来我们可以做官 中官就是真的你要去思维 怎么做官 就是习二边分别止 要去观察念头的声和面 声是一边 灭是一边 你就去观察 我这个念头升起来 我心动了一下 那这个念头是怎么样 它是有念头吗 到底有没有念头 有 有念头 所以念头升 可是念头到底在哪里 你抓得到吗 抓不到 所以念头灭 念头在这里升 念头在这里灭 到底有声还是没声 我们又回归到以前教的无声 这是可以去练习的 你就是去观察 所以中官要观 就是要观察 要关照 不是在那里都不要动 都不起心动念 不是哦 你要去思维 要去观察 观照你的念头 怎么观 念头起 刚刚说念头升起来 所以念头起 念头落 它有生 有灭 这个就不是长 就没有自信 念头生 念头灭 就不是长啊 念头生 念头灭 那有一定存在的一个境界吗 没有 它也非一啊 那念头生 念头灭 都不是你自己做主 让它生根灭的嘛 这念头自己要跑来的吗 也不是啊 所以有没有个主人 没有 这念头你可以控制它吗 不行 念头自己可以控制自己吗 也没有 所以也没有宅 所以没有长衣主宅 你就去观察 你这个念头刚刚起来 又灭了 那到底是有起 还是有灭 是怎么起 如何灭 其实就可以跟我们之前提的 之前提到无生哦 不是有 未生无前处 有没有 你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那你会说 明明那个不是空观吗 是空观 可是你现在是用 中观的心态 去套用这个法门 了解哦 所以它这是前面的 慢慢让你运用的 所以你这样子去思维的时候 就发现 念头它也是空 所以念头是空哦 中观不离开空观和假观 不离开真地和俗地 所以刚刚前面才会说 智者大师教我们 正修中观 要非真非假 一真一假 又不离开空跟假 因此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把这念头的生跟灭 看清楚了一切皆空 接下来 既然虽然念头是空的 但是它是还有没有存在 有啊 如果不存在你刚刚怎么去观察你的念头 你明明看到我现在起了一念肚子好饿的心 你就觉得坐一坐突然觉得肚子好饿 刚刚都不会饿 为什么一静坐就开始饿 那念头就起来了 这其实不是一个念头哦 是很多念头了 因为你觉得饿 有感觉了哦 然后又觉得 我为什么会饿 我为什么静坐才会饿 刚刚为什么不会饿 你说多少念头啦 多少念头 数不清啊 这念头已经是 跑来跑去一直在这里翻滚了 而且等到有时候 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静坐的时候 你是动了很多念头 突然才发现 诶 我怎么好像动了很久的念头了 对啊 因为觉察力不够 所以我们要慢慢练习 把心掌握住 这是需要时间练习的 急不来 可是也不能太放逸 急了 你就给自己很多的困扰 你就会退市菩提心 给自己放逸的借口 没有劳强精进 怎么可能能够成就中道 不可能 接下来我们看到念头的空 我们要看到念头虽然是空 可是它宛然存在 所以有没有念头 有 你就都有能够知道 念头的生起有个对劲 当然有 可是我们知道 这念头是假的 它是暂时的 所以它是假明 这个念头也是假明啊 刚刚觉得肚子饿 那是假的 暂时的 虚妄的 虚妄的 幻有 它不是真实有 所以它空 它又有 可是这个有 不是真实有 所以你在这个念头 升起的时候 就把这个念头当对劲 你这个念头当对劲 去思维 这念头本身是空 思维这念头本身也是 暂时的假有 这就是连结到 回归到以前我们讲的 每一法都有 真谛 俗谛 跟 中谛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在看我们的念头的空跟有 就是在看念头的真谛跟俗谛了 嗯 嗯了哈 同意了哈 再来 你观察这个念头 这思维是要不断的反勋 所以要反复观察念头 知道这个念头也不是空 知道这个念头也不是有 所以它不是空 你就不会去执着它一定是空 你不是有也不会执着它一定是有 刚刚前面讲的啊 非决定性 不著着在任何一边哦 非决定性 还有印象 所以不住在空 不住在有 就保持中道的心 那你思维清楚了以后 你就不要动了 不要再思维了 这个就是 习二边分别指的练习方法 如果心右才继续动 我就可以 你思维完了 你就停住 保持不动 保持不动就继续 或者是你要稍微再修一下属席 如果再动的话 你可以修属席 没关系 或者关系 不要数数字 数关系就好了 那如果心又再动 我还可以另外一个调心的方法 就是四句推检 四句推检我们刚刚说了 它是空观 但是从这个四句推检的 你去了解无声 你再进一步 用大圣 用菩萨 让它来做什么 或者把东西垫高 是不是同一个同一个东西 可是它会变成不同的工具在用 这四句推检无声因为比较难了 我们不要多说 但是我们就是简单来讲 我们在修中观的时候告诉自己 我要用本具的心性 这个心性就是不生不灭的心 是我的本修因 那我要去思维 我起的这个念头是中道 究竟无声无灭 法性极然 前面去思维这个 刚刚讲的 习二边分别指 你念头起来的时候 你先思维这念头 它是空 再来思维这念头是假有 所以到底是空 还是有 又空又有 又非空又非有 你就不住在任何一边 那这里呢 我们就是直接根源 你直接去看这个念头 你不要去看 它到底是空还是有 不要再去分两边了 直接根源就是 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生灭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无声 念头本 所有的因缘法 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因缘和 因缘散 因缘生因缘灭 是有因有缘 所以才有一个果产生 那你从这个因缘再进一步 一切本来无声灭 是我们硬给它强加一个 所谓的生跟灭的现象 我们硬强加在这个法的 给它一个形容词 说它叫做生 它叫做灭 其实一切本来极燃极照 你会说明明我就看到有 师父你一直跟我说本来极燃 我就有 没错 因为我们就凡夫 看什么都是有 就没有办法看到一切都是安乐性 苦就是苦 苦瓜连根苦 甜瓜测地田 是这样讲吗 那你觉得连根苦 你就吃不到它的甜味 那甜瓜测地田 你就只要去 住在它田的这一边 你不知道这个田也会坏 我们在看这个不生不灭心的时候 你就知道既然是不生不灭 不偏向任何一边 所以它是中道 所以这是究竟的无声无灭 不要再去看它的起跟灭了 你就是告诉自己 这个念头本身就是安乐性 这念头就是佛性 这念头就是最究竟的法神 这念头就是菩提 不要再去想东想西 你就是肯定 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话 你也可以想说 这个念头 它既然是究竟的无作 那么这念头本来就是什么 如来葬 这是冷言经的 冷言经说 本如来葬妙真如性 因为冷言经提到 我们的五音 十二戒 十八入 所有一切诸法 本来都是如来葬 妙真如性 本来都是佛性 为什么叫做如来葬 如来葬有时候 可以当成是佛性的一名 是因为佛性 我们是就它的体性来讲 或者就它的法身性 或者是就它的成佛的可能性来说它 所以称它为佛性 但是从如来葬来葬来讲的话 葬就是含藏一切法 所以我们称它为如来葬 所有的功德 所有的真善美 全部都含藏在如来葬当中 因此一切法 全部都聚在这个佛性当中 佛性具足一切法 佛性也可以显现一切法 所以它称为如来葬 那既然一切法本来就是如来葬 本来就是妙真如性 如不偏东 不偏西 是最求清净 最究竟的 真如实相 所以它称为妙真如性 本来我的念头也就是这样子 根本就 所以接下来你就告诉自己 真念头 不是因缘性 也不是自然性 法尔如是 当下即是 非因缘性 非自然性 是冷言经里的讲的 我们把它套用 当然智者大师的年代 冷言经还没出来 冷言经是唐朝才翻译的 所以智者大师根本不会引用这个 本如来葬 真如性 非因缘性 非自然性 智者大师不可能引用冷言经嘛 但是道理是通的 什么叫非因缘性 我们前面讲 我们把诸法有一个因缘的形成 有因有缘是应成 这个叫因缘性 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因缘性就停止了 那么我还在葬教的阶段 所以我要再进一步看到一切 非因非缘非生非灭的无生 这个就叫非因缘性 你看到无生性没有生灭 所以叫非因缘性 非自然性就是 本来就是这样啊 根本就是 这就是跟因缘没关 不需要因跟缘的来形成 来促成 这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离生 自生他生 共生离生的无因缘生 第四个无因生嘛 无因生就是自然性 但是因为不是自然性 诸法的生成 第一要嘛有因缘 那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因缘 再更进一步 所以非因缘性 因为你中道 中道你不要再去看它的因缘性了 不要再去分析它是空 是有 是什么时候生成 从哪里来 不要不要再去分析了 这个就非因缘性 那它当然也不是莫名其妙 就突然产生的念头啊 所以叫非自然性 所以这个念头 当下就是中道 当下就是菩提 当下就是实性 这就是回归到 我们之前一直提的 中道不二 烦恼即菩提 菩提即烦恼 法性即无名 无名即法性 所以如果我在打坐的时候 觉得我怎么这样子妄想纷飞 我现在太糟糕了 你就是告诉自己 告诉自己啊 我现在 那心这么乱 我根本就是一无是处的凡夫 可是这个凡夫还有 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我还有佛性 那你要给自己肯定 那这个 烦烦恼恼的当下 其实就是佛 我们现在讲的是理论 可是你在思维 你在静坐的时候 你把这个拿出来 有 拿出来思维 你会慢慢跟它相应 你就会 它真的就是变成你的心的一部分了 这时候你在思维这个中观的时候 你会心就很快就平静 那甚至呢 你不仅心是平静 你把道理想通了 你真的会有那种 你真的会有那种豁然开朗 你会觉得实在是太乏喜了 这个就是某种程度的智慧 因为你想通了 那你有禅定有法喜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困难 你就不会那么快的被牵着走 否则我们永远都是 人家一个起心动念 一个眼神 写一封信到网络上告你一下 对不对 或者在你面前说你两句话 或者不用说话 它只要瞪你一眼 你就开始对后入左 开始去想 开始祖宗八代什么事 全都想出来了 因为我们的心一直都在 攀缘真和假 攀缘出俗的境界啊 可是如果我们慢慢对于 这个中道了解 人家瞪你一眼 哦这个菩萨 这尊佛的眼睛在放光 对啊 人家踩你一脚 哦这佛脚真好 踩得刚刚好 这不是笑话而已 是真的 因为我们还没到这个境界 但是我们一定要先练习 要先劝自己 告诉自己 人家在骂你 你就会知道 音乐真好听 比垃圾车的声音还好听 给爱丽丝啊 那你现在不用给爱丽丝 你就给诸佛菩萨 帮我消业障 帮我消业障 你不只是帮我消业障而已哦 帮我消业障非常好 人家骂你觉得是帮我消业障 再来你就说哦 这个是净土里面的鸟 那叫什么鸟 什么瓶茄什么鸟 加灵瓶茄鸟 谢谢 净土里的加灵瓶茄鸟 在对我唱佛法 还不是唱三十七柱道分 它是在唱中道时相法 好这个 早就开悟了 师父没有在乱说的哦 好像我在开玩笑 是真的 哪一天你们真的 就好像你看禅宗祖师那些禅宗公案 都是当下就 啊我懂了 啊你懂什么 懂什么 嗯好 再来接下来继续哦 刚刚前面说调身 然后调洗 再调心 调心第一个就是置心值 第二个我们可以用 洗耳边分别值 再来我们可以用四句推检 无声去帮助我们了解一切 其实是无作 不生不灭 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归到 保持绝照绝察的这个心 不用再去观察了 所以师父说所谓的绝察就是你绝 这个绝的心把它保持住 那一有念头你马上就能够查之 嗯 所以这时候就无所缘 前面是有所缘 缘什么 缘就是攀缘 这个攀缘不是乱七八糟的攀缘 不是想东想西的攀缘 是你有依靠 前面的依靠 对前面的依靠 是依靠在中道的知见 中道的意理 你的心是靠在中道的意理 在这当中思维 所以前面是有所缘的修 缘什么 缘中道 用的是就是我们的忠实理心 用的就是我们中道 佛性不生不灭的心去思维它 你说师父我不会用这个心 我用的都是凡夫心 没关系 因为凡夫心当下就是佛心 你一定要用凡夫心来练 这是正常的 没关系 你不要去想说 我的心明明就是这么肮脏 就这么不清静 就是这么夜上重 就是这么烦恼 我哪有不生不灭的心 有没有不生不灭的心 有它是本具的 只是我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我就透过我的凡夫心 可是我在用凡夫心的过程当中 我知道这个凡夫心 能思能想的凡夫心 本身就是佛心 本身就是佛心 你要有这个信心 所以你去思维的时候 你就会跟这个佛性相应 是需要时间 所以我们说假以时日 一定会豁然开朗 假以时日 一切皆是假的 都是暂时的 你本来就是佛 还没看清楚 没办法 只好要练 从前面的有所缘 到现在的无所缘 所以把这个依靠放掉了 那练习做主 随顺觉性 保持觉就好 保持能知的心 保持能够查的心 可是又不容易 对不对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修行 我们还在凡夫 不管他几地 我们就是在土地上就好了 不要去算几地 我就在大地上修 我就在地板上坐着修 我就在土地上 在这个扎实的土地 当下也是净土 你不要去分几地了 从有所缘到无所缘 我们就保持能够觉察觉知的心 再起念头 一定会的 反反复复 这念头你前面已经思维这么多的关了 你就可以放下 因为有念头起来 你就置心直 就置心直啊 就不要理他 念头来念头去 念头来念头去 就好像你今天过平交道 火车 你知道有火车要过去了 火车要过去 你会一直看着火车 一直看着火车吗 不会啊 你就是让火车过去嘛 那你已经安全了 你就通过啦 你眼睛 不会一直随着列车而走啊 因此我们知道念头来 让他去 念头来让他去 不管你有多少列火车 多少节的火车 这一列火车 全世界最长的火车 好像有不到几百节 有没有 有啦 有很长的火车啊 好像超过一百节吧 有吗 我没说 那这么多的念头 一直过一直过 没关系 互怕互 对不对 虎年都快到了 互怕互 那你就继续的回护用功 接下来 如果心又散乱了 心或者沉下去了 想睡觉了 你就要提关 心散乱 可以用置心指 或者用关来对治他 你思维你心就不会一直散乱 因为你有一个目标 你有个专注的目标啊 你当然就心就不会散乱 那如果我的心沉下去了 就昏沉了 你在思维也会提起 因为你在思维 你就不容易想睡觉 那你如果在昏沉的时候 你要去数息 很难啊 以前师父在想睡觉的时候 数息怎么数 你就是一直捏自己的腿 一直戳手 还是不会醒啊 所以你用这个观想 就比较容易让你自己的心再提起来 所以就是回护用功 因为就是调息跟调心 两个一直去回护 那在调息的过程当中 也是某种程度的调心 因为借由调息 让你的心能够平静 这个中观呢 到最后我们长急尝照 最后还是要收射 还归清静的菩提自信 属随止观还静 这个是六妙门 虽然它是不定止观 但是最后还是都要 还归到原来的清静心 这就是前面我们发愿 要用不生不灭的本修音 来修行 来静坐 这样子 虽然是理论 可是有步骤 你们回去就练习 好不好 一定要练 你如果没练 你下礼拜来还是会问师父 下礼拜不会来 过了两个礼拜来 还是会问师父 师父 你没有教中观啊 有教还是没教 那如果已经过到一段时间 心散乱之前的时候再送什么 可是我就中道来讲 连心经也不要送 佛法也不用意念 很好 如果一般 假设你今天修一般的 刚才讲的注意的中道十项观 那就是保持注意 那你心散乱 你要用心经提振你的念头 这是OK的 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天台的中道十项观 不需要念心经 你就是观中道的毅力 如果你要念心经 可不可 也可以 因为那是你个人的方便 但是你在念心经你就要知道这个心经是般若空 你必须要跟般若空的毅力相应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你刚刚说的佛号 佛号在天台里面有一个念佛的法门 这念佛的法门就叫十项念佛 也就是中道观 因此你在念佛当下就是极空 极甲 极中 这是有方法的 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教你们 这个念佛 你知道我在念佛 我在念阿弥陀佛 我在念其他的 要是佛都好 可是你念佛了之后 你会知道我这个念佛 就是空 为什么是空 它是真谛 这个是他有顺序的 这个就是结合到一心三观 那因此他在这个修念佛的过程当中 会跟一心三观相结合 这个就是十项念佛 就是中观的念佛了 而且但是这个中观是三观 一心三观 它是从观念佛的真谛 到念佛的俗地 到念佛的中谛 这个我们就之后再说 好所以我们这个中观呢 大家知道 从调生调习 保持无念 然后再用置心指 或者习二边分别指 再用四句推检 去帮助我们 调我们的心 让我们跟中道能够更相应 那最后我们要保持 做主的心 这里要跟大家分享 一手短吃 鸟 飞过 天空 还在 只有七个字 但是林焕章这位诗人 只有七个字 七个字 如果你要再给它更短 你会留哪几个字 鸟飞天还在 哦 鸟飞天还在 四个字 四个字再更少呢 空还在 空还在 再更少呢 空还在 空还在是三个字 再更少是空在 再更少呢 在 所以你们永远都喜欢在 有人说在 有人说不对啊 应该最后一个字应该要空 在可不可以 都没有了 在也是空很好 在是不是实相 是不是 是啊 一切都是实相 一切都刚刚好啊 鸟飞过去也是刚刚好啊 鸟不来飞有没有刚刚好 鸟不飞来 算不算刚刚好 鸟不飞有问题 鸟不飞有问题 鸟可以说我不要飞 我休息不行 我累了啊 为什么我鸟只能在天空飞呢 我可不可以在屋顶上跳啊 可以吧 鸟也有很多种啊 鸟飞过 我们看它的标点符号 它是鸟 逗号 飞过 再来 破折号 天空 飞过它有破折号哦 然后再来是天空 它不是鸟飞过天空 它不是鸟飞过天空 这不一样哦 鸟飞过 跟鸟飞过 这也不一样 鸟 然后逗号飞过 跟鸟飞过 没有逗号 这不一样吧 意境自己想一想 你说我从中观已经头大了 现在还要来分析师 鸟飞过 好 飞过哪里 是飞过天空吗 也是 也不是 我们看哦 天空后面有没有破折号 飞过天空就没破折号 可是人家原来是人天空 前面有破折号啦 飞过是破折号 再来天空 中间有停顿的 后面有破折号 后面更有意思 天空跟还在当中还空了一行 留白 它不是飞过天空 也不是天空还在 是天空 留这么一大片的空白给你自己去瑕疵 再来还在 所以你们刚刚说天空还在 会觉得还在的是天空 对吧 鸟飞过天空还在 还在一定是天空吗 对啊 刚刚有人讲的不错 搞不好是鸟还在了 有没有可能 鸟飞过天空还在 还在的是什么 诗人没有告诉我们是天空还在哦 他只有说还在 所以有可能是天空还在 有可能是鸟还在 有可能是还在飞的身影还在 有可能是鸟的 挥动的那个力量还在 空气还在 是空永远不受影响吗 还是鸟不受影响 还是鸟的影子 鸟的这个飞的痕迹还在 诗人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的直觉 直觉的反应就是一定是天空还在 为什么 因为题目叫做空 可是他空不见得是天空啊 空的是什么 是鸟 还是飞 还是飞过 还是天空 还是连那个海在也空了 嗯 啊对 师父在细论 嗯 好 只要是文字都是细论 可是文字用的好不好 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在修中观 你是不是有用文字 那他是不是细论 就不是细论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分析 我们在思维的过程当中 是为了让我们 对这个事件更清楚 更明白 有更深层的掌握跟了解 跟体悟 那他就不是了 所以一首诗 你可以从诗人的角度来看待他 你也可以用画家的角度来看待他 不同的画家 他对这首诗的体会不一样 他画出来的一定是不一样的结果 你一个小朋友看到 他可能就是画很大一只鸟 在一张纸上 什么都没有就一只鸟 有可能 或者 一位画家看到这一幅画 他可能什么都没有 就是画一个空空的 连鸟都不画了 那我们呢 我们如果把它当成 我们在看 真地 俗地 跟中地的时候 在这边 鸟飞过天空 还在 这鸟是什么鸟 是我们的无名 在飞吗 是我们的念头在洞飞过去吗 还是别人对我的一句赞美的话 让我飘飘然飞过去了 还是别人 做了什么样子的 事情 让我感到异常的愤怒 或者 现在有一个 生的事件 有人出生了 诞生了 很欢喜 也许 也许有人生病了 也许 哪里有天灾 人祸了 这些 是不是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 生命当中的过客 人 事物 全都是过客 这过客就像鸟一样 时不时 什么鸟飞来 你不知道 是大鹏鸟 还是叽叽喳喳的小麻雀 一飞几千万里的大鹏鸟飞过来 你的生命 飞进你的生命吗 还是那个很可爱的白纹鸟 还是那个很吵的乌鸦 是什么鸟飞过来 什么样子的境界 跑到我们的心当中 那这些境界是从外而来到我们的心当中 还是我们自己心当中幻化出来的 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那鸟飞过去了 空中鸟鸡还在吗 船过水无痕 春梦也了无痕 哪里有个痕 痕是我们自己硬把它留在我们心当中 觉得反正就是一定在我第八意识里面 这种子一定很深 绝对不会不见 那是我们自己在幻想 有时候学为师会这样子 说这一定都在我八世种子 我八世种子 要怎么把种子清掉 你不用去清 因为你把它实在化了 种子当然在啊 这个是形容词 哪有真的种子在你第八意识 没有 那是形容词 可是我们把这种子当实在 一颗一颗就在那里 你就想要一颗一颗的把它从你第八意识拿走 可是它本身这些记忆 鸟在飞 鸟的出现 鸟飞过了的影子 飞过了之后留下来的痕迹 跟到底有没有痕迹 根本就没有 所以一切都是空 一切都是暂时的 飞过去是不是暂时 是 那一切 这鸟本身 这个鸟的身体 是不是也是暂时的 也是幻化的 所以你就告诉自己 这飞出来的鸟是什么 化人 变化的啊 它是化鸟啦 不是化人 这一切都是变化 一切都是空 鸟飞过了 如果我的心像天空一样 这么多的境界跑进去我的心 这么多的境界 跑到我的生命当中 它最后会不会离开 会不会离开 是你要强把它留在你的 一记忆里 它当然就离不开啦 它已经离开了 可是你觉得它还在 你一直要去抓它 就像刚刚说的念头来 你就想火车已经过去了 你不要一直跟着 你的目光不要一直跟着火车走 可是我们把火车的影子还留着 觉得火车一直在干扰我 有没有干扰我 是我把火车抓着不放 是我把飞过的鸟抓着不放 我们就想 我到底是要当那个天空 任何人来 我都不拒绝 任何影像来 我也不去对峙 不去反弹 我要把自己当天空 我要把自己当恒河 含那一切 没有分别 没有取舍 好人来也可以过恒河 你坏蛋来 我一样让你过恒河 你坏蛋说要来我恒河 洗清罪液 可不可以给你洗清罪孽呢 一样啊 欢迎 我天空也是 我的心就像空一样 无所缘 无缘慈悲 刚刚前面说过了 无缘慈悲 我不缘任何一件事 不缘任何一个众生 不缘在空性当中 著作出不来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心 当成天空 你也可以把你的心 当成恒河 把你的心当成天空 能够含那一切啊 虽然含那一切 有没有任何东西留下来 没有 含那一切就叫做假 就是俗地 没有任何东西留下来 就叫做空 是真地 因此我们的心 就是真空 就是中道真空 那还在的到底是什么 天也还在 鸟也还在 飞过的也还在 但是还在的对应来讲 都不是障碍 所以我们自己就想哦 还在的 可以说 你可以说 这是我的真心啊 我的真心还在 就是天空还在 就是我的真心还在 可不可以 可以 鸟飞过 我要不要否定它飞过 不用 所以某种程度 它是不是在 在 对啊 可是它对我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感恩 它曾经飞过来 我的生命当中 这是一首 既然叫诗 它一定有无限的想象 你们自己去体会 自己去思维 师父刚刚 戏论一番 境界高不高 障通别源 就看我们怎么去判断它 对不对 感慌人家 这林焕章诗人说 我没有写这样啊 你们给我想那么多做什么 我只是 就空而已啊 那你有什么讲的 一副都不空的样子 想不出来就空几格 想不出来就空几格 很好 有可能啊 结果真正的问题就在它空格里面 其他论者都不 就是空格有问题 让我们有这么多的想想 这么多的分析 嗯 好 接下来我们看 所以这个 今天的思维题 就是给你们想一想 如果 起心动念 如鸟飞空中 空中鸟鸡 还在吗 还在不在 不在啊 所以还在的到底是什么 问一下自己 师父总是很话多 结果我们后面还有今天要讲的三指三观 没办法说 今天的讲义 你们有看到如何修中道正观 这今天说了 剩下第二点 一心三指三观 今天没讲也很好 因为下一次我们就 讲一心三观 我们就连三指三观 我们简单的教大家 怎么修一心三观 一心三观其实是要很多堂课的 可是我们时间不够 最后一堂课 我们就把剩下的那些文字 把它圆满 因为后面 前面都讲这么多 铺成这么多 后面那些其实就 小菜一叠了 你们自己就好好练习一下中观 好 我们来合掌回向 四声九友 同登华藏玄门 八难三途 共入疲鲁信海 祝福大众新年快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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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